我们讲小数Decumon 小数和分数是很有相关的 小数是1,2,3,点,4,5,6,0 小数是点 小数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整数部分 和我们之前学的一样整数 就是个十八 三就是有三个三 二就是两个十 一就是一百 一百就是二十三 但是后面的点小点 就是Decumon part 小数部分 小数就是小数的意思 第一个位置就是十分位 十分位是Tense 即是这里只有十分之一 即是十分再拿一份 记得我们这个是 是吗 这是一个就是一分 这里就是有十个一个 十个 然后有一百个 一百个 同样的道理 这个是这个十倍 这个就是说 有一块东西 我再切开十分 其中拿一份 那就是十分位 八分位就是再小 再小多 再切得很小 就是一个 其中一部分 八分位 千分位就是再小多 十分一 万分位就是小 所以你看到 十分就是Tens 八分就是Hunders 千分就是Tousands 万分位就是Tentousands 那我们怎么读呢 那我们怎么读呢 就是一百二十三点四五六七 通常我们中文就是照读的 英文就是123.4567 通常我们就是点后面照读的 我们不会读这个十分八分六分 那我们另外呢 就有时呢 会 譬如说 第一个数字会零 譬如说 0.5就是什么意思呢 0.5就是说 个位是零 十分就是 这个代理是什么 这个代理是什么 这个代理是十分位 所以这个代理是十分之五 就是说 如果有十件东西 拿五件 就是十分之五 那我们知道这个 约减之后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就是约减之最简 约减之最简 分数 约减之后就是二分一 所以0.2分之一 那有时我们可以记得 我们买1.5的时候是什么 1.5就是 1再加0.5 对不对 其实0.5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等于 1加二分之一 等于1又二分之一 所以 遲些要学到 点小数和分数 可以互相转化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 大分数 对不对 如果你要写出来 可以写成为 这个 可以写成 这个 就是万分位 可以写成 1 2 3 1万分之四 5 6 7 这些词典会说到 说到小数和分数 如何误化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小数和分数 是很相似的 这个就是 例如0.05 再点个例子 0.05 0.05 就等于 100分之5 它是八分位 所以 所有 所谓小数部分 其实都只是分数 所以没有新的 小数和分数 是可以互通的